大家好,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,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。 我又做那种修人的梦了,梦里面,静平哥轻轻地把我抱到床上,看着我的目光贪恋又痴迷,我整个人都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,很想矜持一下推开它,却根本做不到,因为我实在太想要它了。 可惜,就差那么一点点,一双大手轻轻拍在我的臀后,将我以你的美梦打断,菲菲,你怎么了? 半梦半醒中,我根本没想起自己在哪儿,只是遵循着身体本能,用力加紧双腿,想要重新找回梦里的感觉,忍不住英宁了一声,咳,咳。 驾驶位上,静平哥的呼吸突然变得粗重起来,但很快,他又轻笑着说道,醒醒,我们已经到了,快下车吧,这时我才清醒过来,环顾四周,原来,我们已经到露营地了。 看着静平哥炙热的眼神,我仿佛被烫到了一般瞬间跳起,咳,咳。 我先进帐篷了说完,我就像小偷一样,打开车门落荒而逃。 直到钻进自己的小帐篷,我才忍不住捂住自己发烫的脸。 徐静平是我青梅竹马的邻居哥哥,也是我从小暗恋的对象。 因为两家约着露营,而我又一直住校,所以爸妈就托京平哥来学校接我。 但我死也没想到,短短一段路程,自己就在车上做了那种梦。 更离谱的是,我竟然叫出了声,这实在是太令人害羞了。 我小心翼翼撩起裙子,低头看去,看着那修人的痕迹,果然,又要换内裤了。 我的身体从小就很敏感,只要心里稍有激动,就控制不住想要。 尤其是和金平哥在一起的时候,总是忍不住浮想连篇,想到车上被打断的那个美梦,我的心脏开始狂跳,又忍不住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。 这么不上不下的好难受,我忍不住把手缓缓往下叹去,想要重新找回那种感觉。 就在这时,帐篷外响起了金平哥的声音,飞飞,你还好吗? 猝不及防下,我整个人都酸软起来,急忙喘着气回应道,哥,哥哥,别进来,我。 再换衣服,金平哥似乎顿了一下,然后继续说道,我把文箱放门口了。 你记得拿听着金平哥逐渐走远的脚步声,我长出了一口气,幸好,没有丢第二次人。 因为是放学后才来的,所以天色已经渐晚。 吃完晚饭,看完星星,大家就陆陆续续地回了帐篷,不知道是不是晚上喝了太多水。 凌晨一点的时候,我被鸟憋醒了。 扒开门帘一看,黑漆漆的夜色无底洞一样深邃,好像有很多未知恐惧在等着我。 我咽了咽口水,将脑袋又缩了回去。 思前想后,我给金平哥发了条消息,哥哥,你睡了吗? 我有点尿急,如果哥哥也睡着了,那我就只能憋到天亮在尿了。 我心想。 不料刚过一会,我就听见帐篷外有嘻嘻嘻嘻的声响。 紧接着,金平哥清冷的嗓音就传了进来,是要去嘘嘘吗? 我心下已喜,随后又有些害羞的回答道,嗯,掀开帘子,金平哥穿戴整齐的站在帐篷外,还细心的戴上手电筒照明。 他扬起一抹治愈的笑容,温暖了我的内心。 拿水干嘛? 洗那里,金平哥拿着手电筒,走在前面。 我喜滋滋的快走几步,抱住金平哥的胳膊,紧紧贴着他。 哥哥,你慢点,我害怕我能感受到自己脸颊的温度迅速攀升,整个人都沉浸在了甜蜜之中。 金平哥好贴心,而且他的肌肉好结实,又硬又壮,真不知道像他这样的男人,在床上会是什么样子。 为了避免影响到别人,我们往前走了许久,踩在一块巨石后面,找到合适且隐蔽的地方。 看着石头后面那块黑咕隆咚的地方,我还是害怕。 双手揪住他的衣角,小声求道,哥哥,你能不能就在这儿陪着我? 黑暗中,我看不清金平哥的表情,他似乎咽了咽口水,随后点点头,没多说什么。 得到肯定后,我小心翼翼来到石头后面,蹲下身去。 一想到金平哥就在石头后面,可能会听到我的动静,我就忍不住的脸红心跳。 但为了早点解决早点解脱,我只能闭上眼睛,释放出体内涌出的水溢。 深夜寂静,只有稀稀苏苏的一阵水流声,我一边嘘嘘,一边和金平哥搭话,确保他没有悄悄离开。 金平哥,你在干嘛?石头后面传来他稳重的嗓音,在等你听到他的声音,我的心顿时安稳下来。 那就好,你别走,我已经好了,正在擦。 就在这时,我突然感觉到左边有根树枝稍微动了一下,我眯起眼仔细一打量。 啊,有蛇,我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,连内裤都没来得及提。 就跌跌撞撞的从石头后面窜了出来,一头扑进金平哥的怀中。 金平哥顿时急了,他一把将我拎了起来,手忙脚乱的在我身上到处寻摸,被咬到了,在哪呢? 我把脑袋死死埋进他的怀里,一下都不敢抬,整个人都在颤抖,话都说不利索了。 没,没咬到这是我第一次和金平哥如此亲密的接触。 尤其是他的大手仿佛带有魔力,被他触碰到的地方,就像是被火烧到一样。 这种感觉,让我既羞涩又期待,忍不住浑身燥热。 半晌后,我发现了他的不对劲,因为我能真切地感受到,他明显加重的呼吸声。 金平哥对我来感觉了,我的身体在不受控制的哆嗦,腿间也浸出了汗。 黑暗中,我们之间泥满着暧昧又怪异的气氛,谁都没有先开口,知道,金平哥的手探到后面,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两下,这里不安全。 我们先回去吧,我点点头,平复下心情后,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一个棘手的问题,内裤已经脏了,不能再穿了,这下该怎么办呀? 经过短暂的思考,我直接把挂在小腿的钉子裤扯下,攥在了手中,然后捂住裙摆,一点一点地挪着向前走。 来的时候,怎么没发现这条路竟然如此难走,这样难熬?终于,我还是狡猾了,眼看着就要摔倒,金平哥眼急手快地抱住我,但身上的小裙子被树枝划破,这下彻底走光了。 我又羞又窮,双手拼命扯着裙摆遮住后面,向金平哥投去求助的目光,金平哥。 金平哥摇摇头,一把将我打横抱起,他明显没有公主抱女生的经验,把我举得太高,我又不好意思提醒,只能难耐地自己调整着姿势,揽着他的脖子。 身体之间的摩擦中,我听到金平哥有力的心跳,粗重的呼吸,强壮的身体就像隐藏在冰川下的火山,随时会爆发,既冷又热。 我一下子全身都松软起来,就像是做梦一样,鬼,迷心翘地从他下颌一点一点向上舔着。 金平哥的身体再一次变得僵硬,扣在我腰间的手慢慢收紧。 到了当我亲到他的下唇时,我们回到了营地,金平哥抱着我钻进帐篷,轻轻将我放在了气垫床上,我将发烫的脸贴在枕头上,轻轻拉住金平哥的衣角,颤抖着声音唤他,哥哥,金平哥低头看着我,眼神中弥漫着我看不透的神色。 我修难道不敢直视他的眼睛,越说越小声,我,那里好像过敏了,有点痒,那怎么办? 我用手被摸了摸发烫的脸颊,心脏跳动得像是下一秒就要炸掉。 我听说,唾液可以消毒,金平哥争住了,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。 过了好一会,直到脸上的热度退去,我抬起头小声求道,你能帮帮我吗? 时间一点一滴流淌,金平哥慢慢趴了下来,只烫鼻息喷在我的腿间。 终于结束后,我的脸红得快要滴出水来,偏过头去,不敢同他的目光对上, 自然也不知道金平哥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他是出于关心,还是别的心思答应我的,分为奇怪而诡异。 他默默把身旁的毯子拽过了,严严实实地盖在了我身上,然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 整个过程,他都没有再说一句话,我心里忐忑懵懂,根本猜不透这个男人心里在想什么。 他走后,身体虽然还残存着刚才的触感,但是心里空落落地,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折腾到快天亮了那阵才睡着。 在妈妈的再三催促下,我被迫起了床,其实不想起床的原因,还有不知道怎样面对金平哥。 冲动退去之后,我意识到昨晚的自己有多大胆。 金平哥并没有承认我们的关系,昨天也是打着消毒的名义才亲密接触的。 他会认为我是他女朋友吗?还是觉得我很轻浮。 越想越心烦,妈妈又在催我了,只得硬着头皮出了帐篷。 我出来的时候,已经日上三干,大家支好了烧烤架,准备就绪。 而金平哥正坐在烧烤架前烤肉,见我终于出来,目光随之射了过来,飞飞,来帮我串肉妈妈招呼我过去帮他忙。 我连忙逃也似的躲开了金平哥的视线。 喜欢的人就坐在我的对面,想不注意到都难,趁着他专心烧烤的空隙,我老是悄悄偷描金平哥。 好几次被他抓包了,我都做贼心虚的猛然低头,吓得心脏砰砰乱跳,过一会又心有灵犀一般,在抬头时就是四目相对了。 那一瞬间浑身像过电一般苏麻,甜蜜中又带着些忐忑。 金平哥心里到底是怎么想我的呢?我越想越担心,但是昨晚已经耗尽了我的勇气,我不敢再贸然试探他的心意。 就这样,怀着不可言喻的少女心事,我们结束了露营。 回家后,我躺在床上,攥着手机心乱如麻,我想给金平哥发消息,打字打了一半,又想起金平哥的妈妈下午说过她晚上有事。 才匆匆结束了露营,我现在打扰她是不是不太好,就在我纠结万分的时候,一个熟悉的名字突然从窗外钻进了耳膜。 金平,我到你家楼下了听声音来看,还是个女人。 我当时从床上跳起来,急忙凑到窗户边,掀开窗帘向下望去。 我们住在三楼,刚好从楼上能看清下面的场景。 楼下正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,高鼻梁大眼睛,长相很是标志大气。 小巧的一张鹅蛋脸上擒着淡淡的笑意,身着一条香郁色方领连衣裙,衬得整个人白皙而骨感。 我也没见过金平哥认识这好人啊,难道是同名同姓? 正当我这么猜想的时候,另一个身影闯进了视线中。 那人身材高大齐长,一头微分碎盖的棕发,我只是打眼一看就认出来了,竟然真的是金平哥。 两人似乎关系很亲密,见面热情地打了招呼,后来就一直在低声交谈。 我把半个身子勾下去都听不清他们的谈话内容。 那位美女还亲密地拍了拍她的胳膊,看得我牙痒痒,心里很不是一番滋味。 不行,我得下楼一探究竟,连忙从手边拽过外套,随意披在身上就下了楼。 走出单元门,我就看到了两人在低声轻笑,俊男靓女站在一起的画面好不般配,打翻了我心里的醋坛子。 我不爽地别嘴,随后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,直接熟人地挽起金平哥的胳膊,充满敌意地伪装起笑容看向对面的美女,哥哥。 她是谁啊?美女先是一愣,目光在我们两个身上来回清扫,随后捂住唇浅笑一声,伸出手来。 我是梁武,你好啊。小妹妹在梁武的浊浊注视下,我有些坐立难安。 舔了舔嘴唇,握住她纤细的手指。 从她的神色中,能看出她好像对我没有敌意。 飞飞,你怎么下来了?还穿着睡衣? 金平哥不悦地皱起眉,才看到我外套下面穿的是单薄的睡衣,说着就要推着我上楼。 底下冷,你先上去。 见她要赶我走,我哪儿啃啊? 死死地抱住她的胳膊。 说什么都不松开,我不吗? 梁武一直默默观察着我们之间的互动,笑意越来越深。 我被她看得有些脸红,硬着头皮又多嘴问了一句,姐姐和金平哥是什么关系啊? 梁武眼神暧昧地扫过我们,意味不明地回答道, 这得问你的金平哥,她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完,又忍不住低声言语了一句。 金平,你老牛吃嫩草啊,金平哥被她说得有些脸红,连忙下了逐客令。 好了好了,你快回去吧,临走时,梁武还不忘记向她再三叮嘱道, 记得带着小妹妹一起来啊,带着我一起去。 她这是什么意思? 看着梁武离去的背影,总感觉他俩好像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。 但既然来都来了,不如趁机和金平哥去小区的公园里散散步,试探试探她的心意。 我拽了拽金平哥的袖口,问道,一起走走吗? 这个点儿小孩都回家了,公园空无一人,正好适合散步谈心。 金平哥面露难色,你传这么点,我直接挽上她的胳膊,不容置疑地拉着她走向公园。 身体接触的一瞬间,我能感受到她的身体僵硬了一下,但是并未露出不悦的神情。 我心下暗自窃喜,至少能说明她不抗拒我的接近。 居然一片的公园里,竟只能偶尔听到虫子的嗡鸣。 在暗夜的笼罩下,给氛围加上了一层柔雾的沙,我的心也平静了下来,安稳有力地咚咚振动。 金平哥,梁武姐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啊? 她是你刘云哥的未婚妻,他们的婚礼就定在下周。 我是伴郎,梁武正好路过,就过来跟我说了说婚礼相关的事宜听到她的解释,我心里悄悄松了一口气。 刘云是金平哥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,经常来家里玩,我也见过几面,她还打趣过我是金平哥的童养席,惹得金平哥胖揍她一顿。 一定要带上我啊,我也想去参加他们的婚礼。 金平哥笑着答应。 在路灯朦胧的光芒照射下,我仰头看着她棱角分明的下巴,整个人都似乎被镀上了一层金边,惹得我心动不已。 趁着夜深人静,我鼓起勇气向前迈出了一步。 金平哥,你有没有喜欢的人? 金平哥的脚步一顿,回应我的事两久的沉默,我也不着急催着她回答,就这样并肩走着。 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答案。 我不满的嘟起嘴,喜欢就是喜欢,不喜欢就是不喜欢,你重新回答。 金平哥宠溺的撸了一把我的头发,小孩心性我插起腰来,仰视着她。 你不就比我大了三岁吗?天天说我是小孩。 她突然停住步子,我脚下冷不防被绊了一个猎切,惹得她轻笑一声,你可不就是小孩吗? 在她眼中,我一直只是一个小孩的身份吗? 她难道是将我当作邻家妹妹? 不是男女之情,在公园里溜达了半天,她跟木头似的,都快回到家门口了,关系也没有发生半点进展。 我越想越胶着,终于在进楼道的时候,按捺不住了。 金平哥,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答案。 四目相对之间,我看到她脸上划过很多复杂的神色,有隐忍,迷茫和不知所措。 她支支吾吾的,深深皱起眉头,似乎在下什么决定,我等不及了,不知道从哪里涌出的冲动。 直接伸手揽住她的脖子,主动把唇凑了上去。 用声色的吻记试图唤醒她的心意,另一边抓着她的手就塞进自己的怀里,撕扮唇箱贴纸时,能感觉到她有一瞬间的蒸笼,眼睛瞪大了望向我。 起初她没什么反应,大脑一片空白地接受着现实,我的主动再一次得到的反响平平,我开始怀疑,她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。 悲伤浸润了我的眼睛,连纹也没有了热情,一腔热血被凉水浇了个透,心脏一抽一抽地痛起来。 我再也不要主动了,正当我准备离开她的唇时,却感受到脖梗突然攀上一只手来。 强硬地将我按回去,接着她开始笨拙地回应了起来,我不可思议地眨巴眨巴眼睛,指甲抠紧了手心,惊讶地一动都不敢不动。 闭眼她凑在我耳畔,滴滴速说,温热的气息吐出,半边身子都跟着酥麻了,一吻臂,双眸含水。 我几乎瘫软在了她的怀中,体内热流涌动,只能柔弱无骨地攥着她的衣巾。 当然,也感受到了她身体上的冲动。 犹豫再三,我咬着她的耳朵说道, 我来立架了,但是可以用其他地方满足你,无论是上面还是后面,仰头便看到她的脸色复杂。 半上沉默不语,只是揉了揉我的脑袋,回家巴重新躺回床上,我心绪更加纷乱了。 脑海里不断重播着刚才的那一幕,浮响连天。 精平哥愿意吻我,是不是就说嘛,她其实对我也是有感觉的,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睡不着,满脑子都是精平哥情动的模样。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她这个样子呢。 想着想着,手就伸了下去。 没过几天,就到了婚礼的日子,精平哥没有誓约,天还没亮就拽着我起床,一起参加流云哥的婚礼。 因为全场就认识他们两个人,我只得寸步不离的跟在精平哥的身后,这不是精平吗? 最近怎么样啊,都不跟兄弟们联系了。 几个人将精平哥团团围住,勾肩搭背的寒暄起来,他轻拍着我的背,让我去吃些点心,他随后就来。 有眼尖的人一下认出我来,这不是你那个同养席吗? 周围几人都跟着起哄,打去道,这是在一起了啊,我的脸当时便爆红了,已经很久没人提起这个称呼了。 一边玩去儿,都别打去小姑娘了,另一道声音先一步打破了困局,接着一双纤细柔软的手搭上了我的肩膀。 一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,嫂子好,回头一看,竟然是梁武姐。 你们几个聊去吧,我带小妹妹走了,她看出了我的窘迫,帮我解围道。 我如获大赦,连忙跟着梁武姐走了。 现在时间还早,我跟着她去了化妆间。 小妹妹,我要准备化妆了,你就在我这儿玩会把我感激的点点头,小声道谢。 谢谢姐姐梁武姐摆摆手。 嗨,你是京平的小女朋友,我们就都是朋友啊,京平哥的小女朋友。 听到这个字眼,我失落地垂下了头。 这么说来,京平哥昨晚虽然回应了我的吻,但是,我现在还不是他的女朋友他依旧没有对我承诺,或者是表明心意。 梁武姐的动作一顿,争了一瞬后又了然地摇摇头。 这小子就是太能憋了,怕失去所以直接选择不开始。 我们太懂他了,从他的口中,我了解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京平哥。 我苦恼地开口,可是我不知道,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梁武姐嘖嘖道。 京平肯定是喜欢你不假,就是不敢说出口,他心生一计。 招手示意我过来,出谋划策道。 我给你出个主意,直接生你煮成熟饭,推他一把,今晚我把房间给你们安排好。 等他喝醉后,就看你了我对上他郑重其事的双眸。 重重点了点头,婚礼在大家的期待中开始。 忙碌了一早上的我们终于能喘一口气了。 坐在台下,一袭洁白婚纱的梁武姐简直美得不可芳物。 看着她缓缓走向红毯尽头的刘云哥,我脑海里自动将两人换成了我和京平哥。 她也会这样娶我回家吗?我们真的能走到结婚这一步吗? 瞥见新郎身边的京平哥,穿着一身剪裁合身的伴郎服,板板正正地站在一边,脸上琴着笑意,再次令我心动不已。 今晚,我一定要拿下她。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,婚礼落下了帷幕。 身为伴郎的京平哥为了给新郎挡酒,不可避免地被灌醉了,走路都不稳了起来,梁武姐使了个眼色。 刘云哥顿时心领神会,叫我来领走她。 你京平哥醉了,就把她交给你了。 小妹妹我接过烂醉如你的京平哥。 另一手接过梁武姐弟来的房卡,对她感激地点点头。 幸好京平哥的神志还算清醒,不至于走不动道,否则我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驮不动她。 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了酒店房间里,把不省人事的京平哥放在床上。 她难受地哼哼道。 这是哪儿啊? 瞧见她闭着眼睛皱眉的难受样,我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脸。 京平哥,这是酒店房间,你休息会也不知道她听没听进去。 只能看见她哼哼唧唧地添过头去,一手难耐地扯着领带。 见状,我连忙帮她卸下凡人的领带,再给她脱去了外套,只剩下贴身衣物。 正在我揪过被子想给她盖上的时候,却看见她竟然自顾自地脱完了衬衫。 露出衣服下壮硕的身材,肌肉饱满结实,我不由自主地看直了眼,悄悄咽了咽口水,没看出来,京平哥还有在锻炼呢。 热,她不舒服地挠着身上,我私下一望,去卫生间里取来毛巾浸湿,在她身上擦拭着。 在我的细心照顾下,京平哥高高皱起的眉头终于渐渐松开,呼吸也逐渐平稳了下来。 确认她迷迷糊糊地睡着后,我才松了一口气,看来生米煮成熟饭是不行了,她喝得太醉了,还是好好休息一晚吧。 毕竟都在一个房间了,既然吃不到,那就抱着睡觉,要不然多浪费这大好机会。 我也脱了衣服,躺在她身边。 虽然说是偷来的甜蜜时光,但我还是觉得直了。 我缩进了她的怀里,脑袋枕在她的胳膊上,一手揽着她精壮的腰,相拥而眠。 也许是在她的怀里太过于安逸,本来只是想浅密一下,谁知道就睡过去了。 梦中,静平哥一个劲地哼挤,看起来难受极了。 这么梦着,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了。 静平哥果然又痛苦皱起了眉,干涩的唇中挤出几个字眼,水,河水。 我的睡意一下子被驱散,强撑着精神下床给她接了一杯温水来,怕她洒在床上,我干脆将水一饮而下,擒在口。 钟,嘴对嘴地度给了她,在睁眼时,她也醒了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,看得我心虚极了。 静平哥,你醒了?她似乎想起了刚刚的一切,沉声问道,刚才一直是你,我羞红了脸,小幅度地点点头。 深夜中,静平哥看我眼神愈发炙热,看得我浑身不自在,良久,她都没有说话。 她一定觉得我是个轻浮大胆的女孩吧,我心灰意冷,破罐子破摔倒,我就是喜欢你,你不能剥夺我喜欢你的权利。 话未说完,就被她迎来的唇堵住了,谁说我不喜欢你,我瞪大了眼睛,激动得泪水禁不住滑落,一阵苦尽甘来的甜蜜涌上心头。 双手揽住她的脖子,我用力地回吻着她,将满腔的爱恋都化作热情地吻。 情到浓时,我将自己完完全地献给她,而她也张开双臂迎接我。 这一夜,我不再是她口中的小孩子了,我终于得偿所愿,成为了静平哥的女人。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,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,我们下期见。